身把体坛三层皮一针接近看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跟个球迷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男足 聊国足什么话题呢 就聊一下近期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 那就是李铁有王下课不再执教国足12强赛的这么一个消息 那么可以说李铁在近期在接受我们国内著名的足球记者 马德星老师专访的过程中 他自己是率先披露了这个消息 他也表示自己不确定是否还会继续执教这个12强赛 那么能够看出李铁也是目前对于自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虑 而目前国内又有非常多的媒体也都是纷纷的 是吧把矛头直指李铁 大家认为李铁作为一个本土教练 确实虽然说是在国内的教练里边算是拔尖的 但是跟外教比起来还是算不上数 因此如果李铁执教国足参加12强赛的话 肯定也是离地鸡毛 所以说国内有很多的媒体也是呼吁能够把李铁换掉 让一个大盘的洋帅来挂帅国足 那么说到这个大盘的洋帅 很多人也都是认为李皮将会有大概率的回归 因为眼下短时间之内我们去换帅的话 不可能换一个对于中国足球 对于亚洲足球丝毫不了解的人来 对吧 那么来了之后 可能他对于这个球员什么技术特点 叫什么名字 在场上提什么位置都不知道 可能来了之后出征12强赛 现实嘛 这肯定不现实 所以说要找大盘的外教肯定是找老鼠人 那么找老鼠人的话 对于现在的这些中国队的这些球员 比较熟悉的老鼠人的话 那么也就李皮可以能用了 那么李皮能否回归呢 目前来看概率是非常大的 而且呢 中国足球现在近日也正式的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正式的为外界揭晓了一个很大的悬念 首先揭晓了李铁他是否下课的这个悬念 随后也正式公布了国足 接下来我们要升级教练组团队的这个重大的决定 那么是如何公布的呢 就在今天 陈旭员作为我们中国足协的一把手 他也是正式的宣布 那么他也表示 目前国足在李铁的带阵之下 球队处于一个正轨 处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足协将不会去更换李铁 那么李铁呢 将会继续带队出征12强赛 那么也就为大家揭晓了这个悬念 告诉大家李铁将不会下课 那么这是首先敲定的第一点 随后我们也知道 根据我们国内的足球记者肖南 他在个人视频平台上也是正式的 披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 他也表示 接下来虽然说国足不会换帅 但是呢 已经正式敲定了 会升级他的整个后援团队 什么意思呢 就是升级你的教练团队 那么升级你的教练团队 为李铁打造一个超级智能团 那么不排除 会为你的各个视频分析师团队 体能训练团队 你的外籍的助教团队 甚至给你聘请一个超级的技术顾问 这都是非常有可能性的 持续性的给你升级你的教练团队 让你拥有着一个强大的后援团 给你支撑 那么届时 无论是你日常的训练备战 你的训练方案的制定 各方面都会更加具备高效率 同时呢 来到了场上 还会有更强大的一个智能团 为李铁出谋划策 那么足协这样一个决定 很显然也是两全其美的一个决定 既能够把李铁 他合理的留下来 能够继续担任球队的主教练 还能够呢 进一步的去升级国足的教练团队 确保国足在教练组这个环节上 别在12强赛给国足教练子 别拉胯 那么这样一来呢 也就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一个方案了 那么很显然 说到升级教练团队这个方案的话 那么谁的回归 能够给国足升级教练团队呢 毫无疑问 李铁的回归啊 那么在最近两天 我们也知道 李铁在接受我们国内媒体采访的时候 也是感谢并且称赞了李铁 对吧 李铁对于他有知欲之恩 而且呢也算是他的恩师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真的能够让足鞋 是吧 我们花重金把李皮请回来 让他担任李铁的一个助手 担任一个技术顾问 关键时刻 为李铁出谋划策 出出点子 那么这在关键时刻 可以给国足我们的整体的战斗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各方面 确实能够全面升级 虽然说李铁完成了留任 但是教练团队的升级 已经成为了眼下足鞋 是吧 一个当务之急 足鞋也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教练团队的薄弱 都是我们一些本土教练 眼下T40强赛还行 T12强赛真的会拉胯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李皮的回归 或许已经进入到了 一个倒计时阶段 如果说李皮能够顺利回归 我们也期待着他 能够跟李铁强强联手 帮助国足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州的球 那先聊到这 喜欢胖州的别忘记 关注 胖州二斤三斤 聊段球